在现实活当中,发横财绝对是大喜之事,这样的大喜可不是很常见,所以当有大运加深,能发横财的时候,一定要把握机会接到横财,千万不能错失良机。 虎财运爆棚。 虽然有的时候机遇平平,但2022年开始你们的运势也大有好转之势,好运连连,今年只要你们更加努力,肯定能够富贵有余。 狗逢凶化疾,在狗年初的人往往都是比较真诚的人,他们内心十分的善良,而且很仗义,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别人吃亏,而且常年努力,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能力。 在困境当中他们虽然有抱怨,但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,属狗人也将一辈子拥有好的人缘,你们善于助人,福报深厚,从2022年开始你们的活也将发质地改变,身边会有很多的贵人相助,运势也将一飞冲天的。 羊事业运望,2022年有贵人降临,羊财运爆棚,遇事能逢凶化疾,三月你们的事业运急望,并且也会有良多的惊喜出现,对付你们来说升职加薪都市在这个月产,并且也会有很好的财运和贵人运,所以卡好好把握,并且对付属羊的人来说桃花运这个月仍是斗尽旺盛的, 并且你们也会有很好的贵人运,这个月对付你们来说不合适本身去谈而是尊长给你们引荐,羊人他们在平时的时候财运还是很不错的,至少能够保证他们日常的开支。 所以羊人在自己日常的花销当中,从来都没有皱过眉头,因为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财运担心,但是这种情况在后面的时候, 还是发了,羊人因为自己的这一份财运掌握得不是很好,所以他们在正财运上面有了不小的损失,这一份损失直接让他们的活捉金见走了起来, 不过在他们朋友的帮助下,羊人还是有助一个补偿机会的,那就是他们在最近的时候,如果能够找到赚钱的机会, 那么这一份机会会给他们带来亨财运,这次的亨财运金额很大,直接就让他们变得富裕。 兔心成则灵,2022年有贵人降临,兔财运爆棚,欲是能逢凶化吉,属兔的人向来以得福人,以礼福人,今年里的运势更是天地相合,非常如意, 三月里求财如意,是一年里最走运的时候,属兔朋友不仅是夜望,正财多,更有心想事成之喜, 想住要中奖,真就心成则灵,平日里帮助过的人也会反过来帮自己渡过难关。 财运已旺盛,自然全家都是喜,日子别提有多好过,属兔人今年事业运很好, 基本所有谋律的事情都能得到实现,虽然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,但也会很快过去。 今年中间的几个月估计会出现一些复杂的问题,不过不要惊慌, 只要你按照一贯的做事稳妥,并不断给自己充电,上升到更高的层次,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。 属兔人今年在事业上还会有贵人帮助,能力财情会在今年得到充分的发挥, 即便当时做的事情挂在别人名下,也会因能力突出,同样得到领导的赞可, 有可能会升值增加工资。 牛步步高升,2022年有贵人降临,牛财运爆棚,遇事能逢凶化疾,牛的人非常的有能力, 做事非常的有能力,而且属牛的人为人做事,成就人的幸福大地, 所以在今年掌握人的财富,所以属牛的人在今年开始转运, 你们在今年数不清的好运降临,转移之后属牛的人就能够把握人的机会, 财富达到事业的顶尖时刻,真的是青蛙上楼,步步高升, 所以属牛的人今年能够成为富翁。 爱情事业双丰收,把握机缘,让自己的事业成就未来崭新的明天。 作为今年的运势冠军,牛自然表现不俗,一些事情将顺利地超乎想象, 尤其在财运上可谓是紫气东来,财源滚滚。 去年牛的人运势起伏不定,备受挫折, 但这一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牛赚取属于自己的财富。 一旦看到了财富的影子,牛将立即出击抓紧机会, 将这个尚在天上飞的天鹅顺利地变成自己的盘中餐。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,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行事必走正道。 财富的积累是一个过程,切勿急躁。 龙的人,在他们贫穷的时候,龙龙们就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。 除非他们的活压力太大了,没有办法才开口借钱。 一般情况下,他们是不会借钱了,很担心给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们带来不方便。 不太喜欢去借钱,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去借钱了。 当他们运势好了,自己成为了富有之人。 有朋友们也会来借钱,他们是完全不吝啬的。 只要朋友有需要,肯定会主动帮忙。 他们有钱了,自己的日子好了,也不忍心家人和朋友受穷。 所以,他们会帮助身边的人都好起来,也是最讲义气的人。 蛇的人,有时候他们很小气,也是因为自己没钱。 一旦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特别紧巴,没有办法,只能好好的去计算住。 但是这也不是他们的本意,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特别计较,不喜欢算计什么,只是活压力很大,不得不去算计。 等到他们有钱了,自然会变得特别大方了,活方式也变得也不一样了。 只要他们变得特别富有了,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大方了。 这样一来,他们就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抱怨什么,也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了。 当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了,也会特别讲义气,令身边的人都能富有起来。 鸡的人,他们特别大方,不管贫穷还是富贵,只要自己有能力,都会尽全力去说明所有人。 当个人能力越来越强了,鸡的朋友们也会尽可能帮助更多人,反而变得越来越大方了。 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希望他们能够富有起来,所以会好好帮助他们。 一般来说,只要他们富裕起来了,身边的朋友们就可以脱贫之富了。 所以,大家可以好好祈祷,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富裕了。 兔的人,兔的人拥有一副热心肠,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,对于别人的事情十分热心,经常会主动伸出援手,给予别人帮助。 兔一心向善不求回报的原则能为他积很多福,婚后子女也会十分有福气,晚年子孙也会有福,可谓一人行善,全家享福。 喉的人,喉的人三观端正热情积极,富有正义感,喜欢为人打抱不平,爱多管闲事。 喉天就是个劳碌命,只要是自己在乎的人,就会判命为他们操心,根本闲不住。 喉人豪气大方仗义,朋友有难,毫不犹豫出首相帮,因此喉不管何时有难,也都会与贵人逢凶化疾,这也是他的福报。 喉人,喉人心性单纯,很容易对人产信任和依赖,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。 喉人,他缺乏安全感的主要表现就是判命对别人好,愿意为别人付出和幸福。